上集說到我們去三月影棚拍照 拍完照後我們也有好推介 在三月影棚大約15分鐘車程 深夜會是全香港第一個做圍爐主查的地方 現在除了圍爐主查 還可以加錢燒其他的肉類 如果要去的朋友記得也要在他的網站預約 深夜會有自己的免費停車場 這裏很大範圍 我們就選了5點半至8點半這個時段 預約後他會發電郵給你 我們就一早截圖 一來到就在這間餐廳 這裡就會展示和 surveen和預約片套 aiah會提供QR鍵給你 拿這個QR鍵呢 就可以唰食好吧 叫完應該幾點ooh 之後到這間屋子給予錢 它就會送餐 łàuu uà ulà 很好吃 我們點了一個圍爐煮茶風盛舖餐 又有燒肉 又有雞煲 很棒 還有圍爐煮茶的食物 有橙橙吃 那邊有橙橙吃 肉和調味料是分開的 所以都可以燒給狗仔吃 它也有放調味料的地方 另外還有甜品可以買 這裡的食物質素都不錯 而且很多食物適合狗仔吃 好像薯仔 番薯 花生 或者待會的牛小排 都可以分些給他們吃 可能第二天大家要上班上學 我們吃5點半至8點半這一節 沒有人了 剛才很熱鬧 現在包了牆 晚上很大風 嚇死Taddy 不用怕了Taddy 不過不用擔心 雖然很大風 但這裡的帳幕 是種在地上的 有些水泥 埋著的 兩個人二百多元 玩了三小時 很划算 很適合三五滋的一起來 探杯茶 吃下東西 聊聊天 好了 走了 下集再見 拜拜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多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 拜拜